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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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就跟菩萨提醒 请菩萨要谨慎行事 最好不要救人类 大部分的人心都是虚伪的 很少有诚信的 并且喜欢追求名利 会因为名利而逞凶逆行 菩萨要小心 菩萨要小心 被这样的忘恩赴负之辈 翻咬一口 菩萨跟别说 受困的动物我都在救了 如果呼一呼救求救的人类 您会后悔的 您会后悔的 别把大家安全带到一个肥沃丰饶的地方后 就跟菩萨说 菩萨对我的救命之恩 如今我已经报答完毕 请允许我告退了 菩萨跟别说 日后若我可以修成佛果 正得如来 无所拙至真正觉者时 我一定会来度化你 别听了菩萨的话后 非常高兴 别再跟菩萨告退离去之后 狐狸和蛇也都跟着相继离开了 没有听信别忠告的菩萨 果然发生祸事了 而狐狸和蛇 又会如何报答菩萨 对他们的救命之恩呢 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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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